同学们大家好呀,我是小璐老师 在之前那几节课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了透视 但是这个透视是针对于直线条的方形,长方形等 这节课我们因为要画的是比较难的,圆形的 所以这里老师先给大家演示一下它的原理 例如这是一个圆形,我们要画的它就是一个圆柱体 从上面一直到上面升起来的 那么你们要怎么画呢? 首先你要看到,当这个圆柱体跟我们的视线完全相平的时候 它是什么?是一条直线的,对吗? 其实你是看不到它的圆形的关系的 它逐渐上升上升,超过我们的视频线的时候 你看到了是一个什么形状?一个椭圆形,对吗? 然后再逐渐下降,老师的手是平的,没有动哦 然后呢,当它在,你看,在往下降的时候 就是在我们的视线范围之下的时候 它又变成了个椭圆形 所以你们要知道这个原理的话 我们就开始再进行我们今天的这节课就容易多了 这也是为什么它的设计是正圆形的 但是在我们的人的视线上高于低于 我们的视线的时候都是椭圆形的 因为现在的疫情关系呢,我又很担心在现场的时候 没有办法跟每个小朋友很亲近的 很大声的来自所有的讲解 所以这里呢,小鹿老师录了一这样的一个视频 给大家做个示范,做一些理论性的讲解 希望家长能够陪同小孩一起来观看 我们先了解一下,然后呢,根据我的示范 我们现场的时候操作起来就更容易了 我们这一周要看画的就是新加坡著名的Garden Spider Bay啦 相信大家都已经去过这边玩过的 那么如何把它记录在我们的纸上呢 这是我刚才跟大家讲的 看到的为什么是椭圆的 就是圆形的透视是怎么形成的 另外呢,我们因为有不同的年龄段 我们训练的内容其实是一样的 但是相信不同年龄段的学生理解的程度 和最后完成度是没有那么一致的 所以呢,老师在这里会介绍比较大的年龄段的 例如整幅图,我们现场看的时候 它有几棵大树 所以老师会给结合大孩子做一个整体的 从构图的构思到每棵树的画 然后有些虚实关系 有些重点突出 有一些是虚化掉的 对一些小年龄段的孩子的话 我们现场也会 菲菲老师也会做指导 我们可能就只画一棵树集中性的 所以每个孩子我们会有一定的阴才师教 我这里做的讲解就会是比较全面的 从构图到色彩 首先要训练的重点也是 第一个就是构图 如何流出天空地面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光影效果 像这幅图当中 我的它的光影通过地面观察 这边是影子对吗 这边是影子的部分 它的光是从这边打来的 这边是亮的 这边是暗的 同样你可以看到这边的绿色比较浅 然后逐渐过来 这边是比较深一点的 有些阴影的部分的 这个的话现场看 我希望小朋友可以自己观察 光是从哪 是从这个白天上午可能是这边 然后下午可能是这边 我们不一定要完全跟老师的 我希望训练你们的是学会这个原理 然后和自己的观察 而不是说完全靠屁老师 老师画这个方向的光影 你也要画 并不是这样子 这样子你学会了以后才能够脱离老师 能够自己独立完成 自己学会观察 好吗 那就这幅图的话 老师给你们做一个示范 首先第一个就是构图了 我最想突出的就是这棵树 所以我会把这棵树放在我的画面的最中心 稍微偏一点点的位置上 那么我就给大家来做示范咯 我们用到的素材呢 也是我们这节课要用的训练的 跟我们训练结合在一起的 就是铅笔 勾线笔 还有我们给大家准备的油画棒 还有我们的素描纸 好了 根据老师之前讲到的这个原理 大家可以观察到 我们首先定一个视频线 就是当我们站在这幅 我打个灯 当我们站在这个面前的时候 跟我们视线平行的这一条 当我们看到的这个圆柱是一条直线 对吗 其实如果我们把它的最高点定出来 也是一条直线 最低点定出来 也是一条直线 然后老师之前讲过大树是什么样 因为它的设计是根据树的原理的 所以它也像树一样 上面窄一点 然后逐渐逐渐往下是宽一点的 像树干一样 所以呢我们也画出 从窄到宽一点的这个感觉 另外就是说 讲到说它的圆形的透视了 我们画了一条直线在这 从这个直线 以这个直线画一个椭圆形 就是上面它的这个大树干的范围了 然后下面呢也是一个比较小一点的椭圆形 看到吗 是它的花池 铅笔就是为了打稿 然后大家不要被这些上面的这些 很复杂的钢筋混凝光筋结构给下判了 其实跟着老师的讲 它是树的结构嘛 大家还记得吗 我教过如何画树 其实它就是几条主要的钢筋穿起来 我们先画最中间的一颗好了 最中间的一颗 老师可以把它画直直画下来 然后其他的呢 底下宽一点 这就是整个 然后你看到 我们不需要每个跟它的一模一样 它是有一个主干的对吗 就像老师上次讲的 树是有一个主干的 然后所有的树叉都是在它之上的 你看我再伸出来 再弯出来 我们就用这种方式 它是用钢筋来做的一颗树 有一些它可以这样子大大的插出来 在这个大的插上再有一些小插 这个下面的话 其实它的 因为大家可以观察到 它被植物所盖住了 所以我们就不需要画那么多了 我们只要把上面露出来的部分画一下 这是我最想画的这棵大树 然后呢 对于比较大的孩子 学生来说 我们想要讲你 给大家讲一个构图 我最想突出这棵树 但是我旁边 也可以画一下 有颗比它小的对吗 我在这边也画一颗 从 大家可以先打一个形 对吗 然后记得这个 这个椭圆形 底下的椭圆形 只要你这样子 按照老师讲的方法 要了解它的原理是什么 就很容易了 对吗 然后大家观察到吗 这边中间还有个空中走廊呢 这一条在它的后面 不知道小朋友们 有没有上去过呢 然后这边也有一颗 这边下面 我看得到吗 这边下面就被挡住了 所以我就打算用树 这次也会重点教大家 如何画树丛草丛 老师就快一点画了 这个原理是一样的 你看其他的 我可能就稍微画一点树枝 不需要画太多了 因为我是最重点 想要突出这棵树的 对吗 我这棵树还可以更 想要它更大一点 因为我看到 这个树冠可以更大一点 我这边就简单的画一些就可以了 然后你还有一颗 然后呢 这边很空对吗 这边我想要大家练习 这个叶子的关系 这个叶子 其实我们在植物园那边 已经讲了说如何观察叶子 你看这个叶子是一条一条的 对吗 我们就可以画一些 你们现场去观察它的样子 我看到的这边都是这种 然后后面也是 这下一颗 就是草 后面都是很多树木绿色 你看这边也有一颗 它底下的 这边也有很多草 我的线稿 我老师就可以打成这样 然后接下来下一步 就是用我们的勾线笔 这次我建议大家可以直接用粗的那一头 然后呢 也不用把所有的勾完 因为上一节课老师发现 你们把所有的都勾完的时候 有一些 就没有办法 后面很好的上色了 这节课我们主要重点表达它 我们就主要勾它就行了 而且跟着老师说的原理 是什么 它的最大的树干 勾出来 你看 这是它的树干 如果小朋友没有办法像老师这样一笔下来的话 大家可以断一下 我再接着它 再断一下 这样也是OK的 先慢慢从这种断线开始练习 然后呢 你的枝干 这些细节现场你们可以再关通过你们的观察 然后其他部分如果画得快的就可以勾两笔 好 我就勾到这 然后呢接下来给大家演示如何用油画棒 这就是我们给大家的油画棒 这个油画棒还是比较黄混色的 是给大家买的比较好的 同样的我们首先来观察 就像我们上节课画 它这个光线从这边来 所以它的颜色是这边比较浅 这边有阴影的关系 所以比较深 首先呢我们来画这个结构 整个结构大家看到了 它是钢架结构 比较偏紫色对吗 所以呢老师选了两个颜色 一个是浅紫色 一个是深紫色 浅紫色呢就是放在 你可以follow你的这个structure 放在有阳光照的这个部分 然后呢深紫色是放在 背着阳光的这一部分 但是也不一定完全分得这么开 有些地方 你是可以穿插进来的 对吧 你看 其实它阳光照过来 有些亮的地方 它是也有阴影的嘛 所以呢我们把它 你看 你看 是不是这样子是阳光照过来的感觉 它的后面 它的侧面是能够有阴影的 然后这边就不用提亮了 这边就 你选择性一些就可以了 不用所有的 这边有一些 我还是用比较亮的 阳光照过来的感觉 这样 你看 然后这边也一样的原理 你可以一起把 这些老师都 因为想要突出它 其他的我就不用特别重点化了 我只要给它一个 大概的这种关系 你就 然后画完树干呢 我们可以把它往下拉一点 这一棵 好的 我们再画上面的植物 同样的原理 我选择了绿色系的 浅黄色 浅绿色 深绿色 还有一个更深的绿色 这几个颜色来表达 大家用点化法 因为你看到这些小草 小树门 其实远远的看 都是一点 一坨一坨的 对吗 一堆一堆的吧 不是说一坨一坨 如果朝向阳光的 就比较鲜亮 然后你看 我就穿插着用浅绿色 哦 大家要注意到 它这个绿色的杆 又往上升了 所以我们也把绿色的杆 往上跟着它走一走 是这样子的 我们这边再一片一片的 有的大片一点 有的小片一点 然后呢 靠近这边 我就用深 比较深的绿色了 你可以大片一点 有些是小的点点 不一定要把它全部都涂满 有一定的空气感 因为大家看到吗 其实它上面 还有很多花花草草的 我这边用了更深的绿色 比较偏蓝 冷色调的 阴影下的绿色 它往上爬 还把往上多爬了一点 我们再让它往上爬一点 好的 然后呢 然后呢 还有这个上面还有很多红色 橘色的花 所以老师也是拿了两种 一个是给它亮面的 在上面的点缀的花 然后还有暗面的深红色 还有它底下 你看它底下其实是一个花池 有很多绿色 还有一些花 是这样 其他的也一样 同样的原理 其他的老师甚至就没有用很多点了 因为我们就把它面就可以了 因为它们不是我们要表达的最重点的东西 你看 还有一点 我们接下来老师要重点介绍的 就是画这个植物 我们现场你要观察 也是一样的 其实它也是通过光来区分 比较朝向光的部分 我们用浅绿色 你看 然后它的下面那部分 就是用这个深一点的绿色 就是树丛 甚至我们还有点黄色 最亮的地方 然后它最暗的地方 我们可以用一些蓝色甚至 这个蓝色还不够深 混在一起 对不对 同样的 这边 它的上部 然后呢 是浅绿色 然后是浅绿色 对不对 因为它是比较远的 我们不需要画太多细节 像这个是比较近的景观 所以老师会想要 画细一点 就是按照它的原理 它生长的方式 我们往里面深一点 就是 我们现场可以观察一下 你看 然后呢 跟它拼在一起 浅绿色 最外面 最外面还可以有点黄色 把它融合在一起 就比较自然 然后地面呢 老师看到它的地面 是有点棕色的铺砖 对吗 米色的铺砖 所以我可能 这个下面应该是有很多草的 花花草草的 老师就把这边再补一补 然后这边简单的铺砖 画一下 如果大家还能够观察到 它的阴影 就是阳光照 照下来吗 这边是有阴影的 所以我们把这边 涂深一点 包括这个大树 下面是不是也有阴影 我们把阴影扫过来 这边再加一点绿色 不是 你看这边还蛮多绿色的 我们就再 把整个画面画完整 哦 中间还有一条空中走廊 它底儿可以深一点 颜色 对吗 OK 这就老师很快地把这幅图 给大家演示一下 重点内容 第一个就是构图 这个我们年纪大的学生 可以把几个 共同来组成一幅画面 年纪小的话 我们可能只是重点的画 一棵或者两棵树 也是可以的 第二点呢 就是透视关系 圆形的透视是怎么画的 上面多大 下面椭圆 下面椭圆 第三点呢 就是明暗关系 这也是我们之前 有训练过的 阳光过来的时候 这边都是比较亮一点的颜色 阴影的面是比较暗的颜色 这样一画出来 它才有整个的空间感 对吗 包括草丛 老师也希望你们画到 阳光过来 您根本现场可以观察的 它就是有亮的部分 和暗的部分组成的 你看 然后就是虚实关系 你看老师重点表达这颗 有一些枝干 我就会画一画 如果像这边没有重点表达 我就是用简单的色块 来表达就好了 然后近一点的树 我会画的比较 稍微仔细一些 你看远一点的树 它退在后面的 其实是看不很清楚的 只是大概的色块 然后就是阴影关系 给大家加一下 画得很快 但是原理跟大家讲清楚了 希望大家能够 自己画的时候 有耐心 再细心一点画咯 好的 那我们同学们 Garden Spies的背景